對不對 起來嗨 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 WARFRIM 剝奪這一把拐刃類武器 那首先呢 剝奪這一把武器啊 它是一個靈化武器啊 那所以說我們先來看一下它這個靈化的路線吧 那首先呢 我們今天這一個剝奪的這個武器啊 我是打算要把它走一個 手感兼具移動 就是兼具移動手感的一把拐刃類武器 那相較於皇家拐刃的話說真的 比起來我會比較喜歡剝奪這一把武器就是了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一把剝奪啊 就是用這一套配置的話 之類的感覺用起來很像一個內建花媽的感覺 那如果說我今天就是不想玩花媽之之戰甲的時候 然後我可能就是 又需要一個有花媽的buff的感覺的話 那其實就是可以考慮帶剝奪來用就是了 那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靈化的這個地方 那首先是我們這個進化一啊 沒辦法選擇啊 那我們只要達到這個5倍連局之後 我們在使用這個重擊的時候 就可以啟動它的這個硬桿形態 那啟動這個硬桿形態之後呢 我們會加3的攻擊範圍跟加40%的這個攻擊速度 那這一個沒辦法選的話就看一下它的效果 然後再來是這個進化二 進化二的話它有三個 左邊是這個陣地範圍 然後中間是加攻擊速度 然後右邊是加這個衝刺速度跟滑行距離 那我這邊會建議大家選擇這個衝刺速度跟滑行距離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兩個這個加成下去的話 我們在使用這一把武器的時候 它這個滑行距離可以增加我們使用武器的這個手感 然後這個衝刺速度則是可以增加我們平常在走路啊 就是跑圖的時候的這個手感喔 那麼再來是這個進化三 進化三的話有三個啊 左邊是這個每名被震撥範圍擊中的敵的獲得4的連擊數 那中間是加1.5的這個公尺的滑行攻擊 那右邊是加15的起始連擊數喔 那這邊的話我是幾次比較推薦大家選擇這個左邊啦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這樣子在做一個入場的時候 我們可以考慮直接陣地入場去做一個 先有一個起始點連擊數的動作喔 那如果你覺得沒差的話 那我是也比較推薦大家可以選擇這個加滑行攻擊啦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等一下這個配卡啊 然後再加上我們那個零化啊 那我們這個加加減減加起來的話 那我們等一下如果再加上這個自圓猛充的話 那這樣我們滑行攻擊會高達10M的範圍喔 那砍起來的話 呃...我自己是覺得沒差啦 那如果覺得有差的人的話 那可以考慮選擇中間就是了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選擇左邊這個 可以做一個有一個起手式就是了 那麼再來是這個進化式 進化式有三個啊 左邊是達成三倍連擊之後就可以去啟動這個硬桿形態 那中間的話是加30%跑酷速度 右邊是加二段跳的高度 那我個人是比較建議大家選擇中間加跑酷速度啊 那有加了跑酷速度之後再加上我們這個衝刺速度的時候 那我們平常在跑圖的時候 基本上走起來就已經很快了 那這邊的話還有一個這個進化五 進化五的話這邊這三個呢 呃...說真的啦 我自己是覺得... 呃...右邊是好了一點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我們這三個有什麼喔 首先是這個滑行擊殺死加50%重擊效率 然後持續30秒 那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我們今天的這個流派不會需要用到喔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本身 就是現在有Tenokai的喔 這個重擊效率的這個詞條說真的 它的這個效益也會較低一點點 那麼再來是這個動能協調喔 動能協調加100%的重擊虛擬攻擊輸率的話 這個東西我自己啊經過我的計算啦 在觸發Tenokai的時候喔 我們如果有放這個病核之解的話 它其實就已經達到這個 重擊虛擬速率就是最...最短的時間 0.2了 那我們再選擇這個加100%的話 說真的我自己是覺得有點虧啦 那如果自己就是不想要浪費等一下的這個 0.1%的爆擊傷害 然後你就想要讓它這個虛擬時間達到0.2秒 最低時間的話那可以考慮選擇中間 那如果你沒有選擇這一個...呃... 就是...重擊虛擬速率的話 然後也沒有放這個病核之解的話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啦 你出發Tenokai的時候 它頂多這個虛擬時間是0.23秒 說真的就多了這個0.03而已 說真的我是覺得沒有差到多大啦 然後再來是這一個右邊的地方呢 超級彈藥能獲得5近戰連擊數 那這個東西說真的就像是一個... 呃...很雞肋的東西 呃...十字無畏氣之可惜 說真的我們有它沒它其實都沒差 可是問題好像這邊都沒有... 進化5沒有選東西的話好像又哪裡怪怪的 那所以說基本上如果你要玩這一套配置的話 其實你可以考慮就是解到進化4就差不多了 那進化5的話可以就不管它就是了 好,那麼再來就是來跟大家講一下這一套配置怎麼配吧 那我們這一套這個花媽流剝奪啊 應該說這個本身自帶加速的這個剝奪配置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要讓它保持傷害的一定同時的時候 我們還需要去保證它有這一個... 呃...移動速度嘛 那移動速度的這個部分的話 不只只有我們這個... 靈化的地方喔 我們這邊的話先稍微看一下它的這個基礎數值啊 剛剛忘記給大家看了 那首先是這個基礎數值的話 基本上大家會看到它就是一個... 欸...很普通拐刃的 那這邊就是一個擴充上的地檢倍率0.6 然後攻擊範圍2.5算中間的 然後攻擊速度1.17 這一個地方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攻擊速度比1大於... 這個...0.17的這個攻擊速度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使用這把武器的時候 就算沒有上攻速的時候 我們本身就有一定的這個手感存在喔 那也就是說我們基本上... 欸...其實在使用這把武器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開啟靈化之後 再加40%的攻速的時候 那我們的這個攻速就可以來到1.6啊 那基本上... 就是像一般的拐刃的 加上這個0.6這個速攻負能的效果差不多了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這個用起來的手感已經算是可以了啦 那如果覺得還不虛...就是還不夠的話 可以考慮就是投資值卡進來 或者是說...欸...就是再加上我們的這個速攻負能 或者是說用其他戰甲去加這個攻速的效果 去把這個攻擊速度的...這個手感再次提升就是了 那麼再次他的這個暴擊機率啊20%啊 那基本上就是算一個中中的暴率 然後暴擊傷害兩倍啊 算中中的暴擊傷害 然後觸發20% 欸...中中的狀態觸發 基本上大家會發現 欸...他就是一個非常平均 就是一個...呃...很普通的數值就是了啦 那至於說他的這個物理戰比的話切割蠻高的喔 那也就是說這把武器基本上就是 跑不了這個病毒切割的流派了 好...那我們講完了這個基礎數值 硬...那個什麼...硬桿的這個路徑了之後 接下來就來跟大家講一下這把剝奪的配置要怎麼配啦 那配置的話基本上大概是長這個樣子喔 那...我們的這個架式的話 依然選擇我們這個至尊男人喔 就是欸...非常的...這個...好用的一張夢... 應該非常好用的一個架式手感喔 那...再來是我們這一套配置 基本上喔...其實還是主打一個病毒切割流派為主喔 那我這邊是放一個異獲超常提供他的這個近戰傷害 然後放一個這個疾激猛虎提供他的這個暴擊傷害 欸...暴擊機率 然後肢解提供他的暴擊傷害 創好困難提供他的這個狀態觸發 然後這個配兩張金元素的冰跟毒啊 然後去處...去配置我們這個病毒元素出來 然後這邊的話我還會建議大家放上一個劍鋒 必須改喊他的這個攻擊範圍喔 那...雖然說他本身的這個... 靈化已經給你這個攻擊範圍了 不過我還是會建議大家可以最好一開始就先上一張攻擊範圍 不然我們有一點點的去難疊這個連擊喔 不過說真的啦...欸...說到疊連擊喔 我們剛剛外面喔...就是大家會說我們這邊有一個這個... 用獲得4連擊速喔 那也就是說...我們其實喔...如果你用的比較習慣一點 或者是你覺得...欸...沒差我已經這個起走式用起來 我自己本身就已經感覺還不錯了 那你可以考慮再把他加攻速上去 那...這樣的話我們平常在砍的時候他的手感就會更好 然後我們可能連這一個速攻附能都不用了 那甚至說你這邊想要加一張...就是紫卡啊 或者說你想要加這個角鬥士威猛啊 其實都差不多 那只不過我這邊的話...是不建議大家去放角鬥士威猛的 我還是比較建議大家放攻速...呃...應該說範圍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點啦...就是我們... 畢竟我們這個...起手式如果啟動的話... 我們直接...就是沒有觸發到Tenokai的話 我們重擊的話我們連擊速會需要重疊嘛 那這樣子的話...他其實有一點點的麻煩就是... 我們就是還需要從零開始去做一個技術的動作 那如果我們有加這個劍鋒P的話... 那我們其實就是... 我們疊下去的時候...有一些70連擊的之後... 我們...就算沒有開... 到這個Tenokai... 然後我們沒有開零化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稍微再用這個劍鋒P的效果去砍幾刀... 觸發Tenokai之後再去做一個零化的動作... 那用起來的話會比較好用... 比較順手一點這樣子... 那麼再來就是... 我們如果有加這個劍鋒P的話... 我們在這個零化之後... 砍起來的這個範圍... 說真的是還蠻好的啦... 把他點5個攻擊範圍... 那如果你有直卡的話... 盡量就可以再把他拉更高之類的... 都可以... 那麼再來這邊的話... 我最後放了一張這個超速擊殺喔... 那主要的原因是... 如果我們現在有Tenokai之後... 我們只要動機命中的時候... 就可以加60%移動速度... 那再加上我們前置面的這個... 衝刺速度... 滑行速度... 跑酷速度的話... 多方面速度的加成... 那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跑起來其實就像是... 有吃到花媽的花一樣的這個速度喔... 甚至還更快喔... 那麼再來是這邊的這個... 投資工廠的話... 當然就選用我們這個Tenokai的效果啊... 因為畢竟... 我這邊的話... 我們只要去稍微... 就是觸發到我們這個超速擊殺就好了... 那我自己是建議大家放到我們夢迴威怒啦... 因為... 畢竟這一個MOD的話... 他的這個機率還是比較高一點啦... 那如果你覺得真的沒什麼差的話... 或是說你覺得你比較非洲的話... 可以考慮放機率功力...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一個... 基本上就是... 他只要零化... 跟偶爾15秒內... 有一個超速擊殺的效果...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說我這邊才沒有放這個... 比較穩定的機率功力就是了啦... 好... 那麼在這邊的副能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選用我們的近戰連打喔...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這一把武器他的爆率頗低喔... 他只有20%喔... 那他再加上我們基金猛毒之後... 他剛好是疊滿之後... 能夠到達108%的這個... 這個暴擊機率喔... 那也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是百暴的這個情況下... 那... 雖然說有時候會有穿刺來虎銷啦... 不過我自己還是覺得... 欸... 他這一把武器的話... 說真的... 還是比較適合近戰連打就是了... 那...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他有時候基礎暴擊的時候... 他就可以打第二次... 那我們這個... 普通... 黃色暴擊的機率... 說真的就算有這個... 這個什麼... 穿刺的效果在身上... 我們還有大概... 67%的暴擊機率... 會有機會可以觸發這個... 近戰連打的效果... 那... 我自己還是會比較推薦大家放這個... 近戰連打就是了... 好... 那麼接下來就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剝奪他的這個效果... 那現在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平常啊... 就是... 呃... 沒有吃到什麼buff的話... 我們平常走路的速度... 就已經有一定的速度了... 就大家看他走起來...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然後跑酷速度啊... 也是差不多... 就是這樣子... 已經有一點加速的感覺在身上了... 那我這邊的話... 呃... 我們先稍微... 拿一隻怪來打一下...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直接用我們... 重擊陣地去吃那一個... 欸... 重擊命中去加速的效果喔... 好... 那我們這個超速擊殺吃到之後呢... 大家看他走路起來的話... 他手感就變成這樣... 欸... 就大家看到他其實... 用起來就已經更快就是了... 那我們平常可能不會這樣走啊... 我們平常可能會... 旋身飛越啊... 吃跑酷速度啊... 或者說我們平常走的時候... 吃衝刺跟這個超速擊殺的效果啊... 那甚至我們在這一個... 啊... 滑坎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吃到這個... 滑行的這個... 我就試了啦... 好... 那麼... 接下來給大家看完這個效果... 這個移動的速度之後呢... 接下來就來給大家看一下他的傷害啦... 那這邊的話... 晚雄準備兩種怪... 一種是靠我們的護甲坦的... 這個110等的... 鋼刃重型機槍兵... 那另外一邊則是我們110等的... 這個... 靠血量坦的這個... 空虛驚擾喔... 那... 我們接下來就是... 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以這個... 重擊... 欸... 也不是重擊... 應該是用普通陣地攻擊去做一個入場喔... 那... 主要就是要拿我們這一個... 70連擊數就是了啦... 那大家看到我們重擊... 如果... 欸...不重擊... 陣地入場的話... 那我們就是可以直接... 欸... 疊到一定的這個連擊數的程度...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去... 轉輪轉... 那有Tenokai的話就使用這個Tenokai直接開零化...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一樣... 欸... 有Tenokai的話就直接使用Tenokai了... 那...至於打哪裡的話不重要... 反正你就是往有怪的地方打就好了... 那大家看到基本上... 這一把武器它是病毒切割的配置... 所以它基本上... 還是針對這一個... 護甲的單位阿... 不過我們在面對這一個... 血肉單位其實說實在的傷害也是非常足夠的喔... 就是... 沒有說因為它是這一個... 病毒切割就是完全靠... 就是完全只有在... 應對護甲的單位的情況下... 然後我們打這一個... 比較硬的這個血肉單位就打不動這樣子... 那... 雖然說那一個是血肉單位啦... 不過它其實算是血肉單位比較硬一點啦... 就是跟艾竹不太一樣啦... 就是現在新的那一種怪這樣子... 它本身有... 基礎血量有15000的那種... 那...所以說... 基本上... 它這一把武器不管在打我們... 就是...欸... 平常比較硬的那種... 護甲怪的話... 或者說打我們這個星圖的... 這一個... 怪的話... 其實用起來的傷害都還不錯... 就... 就是了啦... 好... 那麼... 接下來的話就稍微去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把剝奪 它在打小黑的效果就是如何啦... 好啦... 那麼現在讓我們來到我們熟悉的... 虛空鋼刃的... 這個... MOD生存... 那接下來就是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把剝奪打小黑的效果就是如何啦... 那... 我們接下來就是找小黑然後直接打它... 那偶爾使用一下我們這個Tenokai啊... 那說真的... 這一把武器它其實跟我們皇家拐刃有一點點像喔... 就大家看它平常這個普攻的話... 這個傷害就是普通這樣刮殺... 那我們如果呢... 就是... 呃... 抓到這個Tenokai的時候... 我們直接對小黑使用Tenokai的話... 則是可以去打到一個... 還不錯的傷害就是了... 那... 只不過現在打不到... 欸... 因為小黑一直到處跑... 那大家看它基本上呢... 欸... 小黑咧... 其實這樣呢... 我們在打小黑的時候... 就是跟一般的皇家拐刃一樣... 那偶爾這Tenokai打下去的話... 其實... 就算是有一點點比較痛就是了啦... 但是... 說真的... 如果沒有觸發到切割的話... 它的傷害其實還是差不多就是了... 那偶爾大家會發現它有時候會突然間... 自己跳一個很大的傷害... 那是這個切割造成的... 就是重擊剛好觸發到切割造成的... 那這一把武器... 說真的啦... 我跟皇家拐刃啦... 還有... 我們昨天出的這個... 終極羅丁拐刃比的話... 我自己更偏向於是喜歡剝奪的喔... 那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它有一個... 內劍花媽的效果... 所以大家會看到它移動速度... 這個像鬼一樣快... 一下子就跑到這個... 徹底一點錢了... 那... 除此之外它有這一個... 攻擊範圍有... 再加3的這個效果... 就是說我在沒有紫卡的情況下... 我的本身攻擊範圍... 就有8.5公尺了... 那這個用起來的話... 以這一把... 呃... 應該說以拐刃類武器來說啦... 就是它會需要去... 這一個... 用滑砍來做一個移動的手段... 沒辦法做一個代步的... 武器來說的話... 它這個攻擊範圍去拉大的話... 算是一個蠻重要... 蠻不錯的一個屬性就是了... 那至於說... 就是有沒有考慮再收個紫卡... 去把它拉到... 就是更大的攻擊範圍... 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那我自己說真的... 我自己比起來啦... 心目中的排名啦... 目前喔... 我是覺得... 剝奪... 是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位啦... 然後它比皇家拐刃來講... 還要來得好用一點...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多半是因為它的範圍... 還有它的這個... 移動速度的加成這樣子...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記得按你的小鈴鐺... 這樣我有什麼新的影片... 才有第一個時間通知你... 然後... 各位如果還有什麼小看的... 部分的武器啊... 或戰甲... 或是打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啊...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 那我如果看到的話... 就把它排入我... 拍影片行程裡面這樣子... 那麼...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掰掰...